來看民眾黨的董主席 關問題 政治現金的情依 又繼續在訪息 本地早起 代算的競選總幹事 紅山山 要去台北地檢室 又過價值斷不增 但又檢調一早起 就去台北大樓的關問題辦公室 還有斷不增的過價值 是無所去敲取的資料 民眾黨是表示說 會先配合檢調的調查 所以該下部接到地檢室 又過價值 民眾黨主席的關問題 感染到政治現金 心不不實的方法 北京主動昏暗 早上團出北京 幾個調查局 拿銷售票 前往上辦過價值 斷不增的過價值事務所 台北大樓文台辦公室 調相關的檔局 平正正行比對 無法度約斷 斷不增跟事務所人員 立正案情 民眾黨原地在一點 要告北京 企令提告 斷不增也會這樣言後 因為今天早上 調查局的人員 直接到臺坡來進行搜索 所以我們所有的人員 都在配合檢方的調查 跟搜索中 那因此今天在這個提告部分 都還在整理資料當中 現在是要跟各位抱歉 我們要延後提告 民眾黨只控過價值斷不增 為了方便 自己調查 無法度的經驗 到16、22 還有目科中央的公司 他請不跟競選團隊說 關問題是表示 這幾天沒有聯絡到 斷不增 朱鑫 今天有沒有跟端木正聯絡 沒有聯絡上 他說是沒有聯絡上 所以你有找他嗎 找不到人 不過現在 那正在現金方佈有夠報復 案外案 約定說 10次 只控目科公司 欠立正公司的款項 目科公司13晚上發出聲明 還會說 約定說 不在目科公司臨時 也說約定說 很多次公聯作業 嚴重算害到命中 最近的委託律書正式提告 想不到約定說 衝承一步 這時正在律書的被動之下 副北京對民眾黨做一步 副主任林教育 提供規諷 目科總經理 我想各位沒有聽我 親自自己說過吧 都是廠商這樣得到的信息 所做的一個回應 那我也歡迎在外面的朋友 有多少人聽到 李文中董事長 對外介紹 我是目科總經理的 目科李文堅 你是董事長 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只看你是總PM 跟總經理是有點落差 但是是一個總管理人 情況之下 這是不是合法的授權 總PM不是總經理 LINE的對話紀錄 能夠當作法律證據 我也是扶了那個律師 上方都不想入報 現場林教育 跟葉地公的委任律書 也嚇嚇無法衝突 葉地公公調說 他不說他是目科的總經理 跟目科雖然沒有合約 不過都有LINE 可以對話證明 更是有跟目科合作 記者 中學報道 對話紀錄